农历春节将至为让游客来到寿丰考古文化馆 能够有更舒适的旅游空间 县长近日就到寿丰考古文化馆 进行周边道路的整修工程计划会刊 了解花联县府文化局将进行的管设周边道路绿美化工程 寿丰乡考古文化馆在开幕之后 吸引许多民众游客到此参观 为了让游客来到丰山考古博物馆时 能够有更完善的旅游环境 县长许正伟近日在建设处长的陪同下 进行道路改善工程会刊 以了解考古文化馆周边道路改善计划的施工范围及内容 水沟的部分是相公所 它没有含在里面 水沟就很奇怪 它就有两个案子不同去报 所以水沟没有含在文化局面 那天我有去文化局的还问 那你们水沟谁做呢 因为文化局 另外有一个那个经费的来源 不是因为文化局是年后就开始做了 对对对 它就先做这个水沟的里面 对 这里还没做到 是做水沟的里面 等到你们的工程做了 我们再去接 对对再去接水沟的那个 另外的案子到上面 那你们原本如果没有核定呢 我是觉得我倒是觉得说可以考虑一下 看看它那边飙下来之后还能进费 做一点点调整 这个管前的排水沟应该是可以含在管前40年 对对 就是其他的路段当然是等公所道路的时候在做 应该是最很重要的 收封考古文化馆在整修之后成为了当地目前最具知名度的观光地点之一 而为了提升周边的道路品质 县长许正卫特别为此进行了解花联先政府文化局所提出的道路改善计划 以确保工程品质能够达到相关计划的需求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